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我們來到北宜公路的綠野山林 你們看到今天的發表會很特別 辦在一個室外 主要就是發表在我身旁的算是一個把妹神車 而且同時是一個相當適合騎到越野去玩耍的一台車款 就是全新的Bewis迎來了最新的一代 那究竟呢這輛車有哪些重點呢 我們先來看看官方的介紹吧 我們這台車在下半部的結構 用一個尖石車身的設計手法 創造出能夠征服各種路面的一個尖石車身 另外我們這次採用立體造型的一個塊狀防狀木塊 這次Bewis採用的是新世代BlueCore水冷VVA引擎 這次水冷化的一個動力 符合戶外的一個走行設定 它擁有力量感的一個爬坡性能 這次車體設計上面 我們採用不對稱的車架 整個車架剛性比前一代提升了25% 提供戶外走行穩定的一個車身結構 另外我們也導入了UPS的一個煞車系統 讓大家在戶外走行時 能夠有安心穩定的一個自動效果 我們全新調校了地震器的特性 並且採用了巧克力輪胎以及輕量化輪圈 另外我們在騎支方面 我們採用更平衡的一個騎支 包含寬靶的一個設計 讓我們在戶外走行的時候 有更明火的一個操控 我們在原有的車體結構之下 會有這樣的一個擴充機能 讓你在深入自然的時候 能夠更安心自在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很多 豐富延長的一個選購機能 3 2 1 請接手 哇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全新世代 FUVIS的正式售價是 86800元 掌聲鼓勵鼓勵好嗎 好的 我相信大家對他的外型 一定覺得比較有意見 為什麼呢 因為大概一個多月前 曾經在網路上就已經流出 他的這個外觀照片 當時大家看到這車頭 真的有被嚇一跳 一個凹槽的感覺 過去在台灣的速可達 你很難看到這樣的設計 好 那就先跟著我一起來 看他的外觀好了 我覺得今天他整體的樣貌 露出在大家的眼前之後 你就會覺得當時大家的疑慮 好像一掃而空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這邊 我們眼前這輛是 D-Edition的版本 他特別在前面的這個車燈的上面的凹槽 放置了這個鐵架 那我覺得加了鐵架之後 整體看起來就合理許多 而且還多了一點點那種森林探險的玩味 好 那這整輛車呢 就跟過去的這個BWS 一樣走的一樣的風格 整體比較剛烈 然後比較多一些肌肉造型 已經線條 那我覺得這一次 有一個很特殊的點就是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速可達 他都是用烤漆來處理這些 整體車輛的表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這一次用的膠料 尤其在他車輛的下半部的部分 從這邊到下緣 甚至到這個側邊的腳踏的部分 其實他都用上有點像是一些越野車 也或者是我們知道的Gipo車 用的那種完全是整個塑料 都是這個顏色的一種材料 這樣子的塑料其實是非常耐刮的 因為你再怎麼樣刮下去 他都不會有掉漆的疑慮 他的裡面的塑膠層 基本上就是跟外面的顏色是一樣 那也因為這樣的設置 我相信這輛車在這種山林冒險 也或者是在市區停車的時候 也或者是倒車 他就比較不怕這個外表被刮傷 好的再來帶大家看一下他的車燈的部分 我覺得當然他的車走著比較越野的風格 自然他的車頭就一樣要營造出那種 越野框葉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他用一個雙的圓燈來呈現 有點復古的味道 而且他還做了一個大小不同的差距 那他的鏡燈是在他的右手邊的這顆燈 是採用一個魚眼的頭燈 那左邊則是採用一個傳統魯素燈泡 來營造出這樣子的感受 那我覺得他整體配上前面的這個 凹陷的置物空間 散發出完全截然不同於傳統素可達的感覺 往上看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的車把跟上一代一樣 採用一個裸把的設計 那我覺得比較特殊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車頭的部分 儀表前面還設置了一個 定位燈道 那我覺得這一點呢 跟上一代比較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跟著我一起來看他的車尾吧 車尾的部分呢 我覺得比較讓人覺得可惜就是 你可以看到 雖然他整體設計也是一個很粗獷 很方正的設計 但是你隱約可以察覺 他裡面是用傳統的燈泡 並不是用上現代的LED燈的形式 我覺得這一點 在現代新一代的車款裡面 用上傳統燈泡 比較讓人覺得意外一些 好那他的方向燈呢 他一樣也是採用這種比較復古 比較粗獷的這種方形的方向燈來呈現 在儀表的部分呢 我覺得他這次也完全呈現出那種 越野粗獷的玩味感 你可以看到他整個儀表設計是一個很方正 而且同時呢 這個整體的儀表的外框做得很粗 很像是那種軍規的那種防撞的GPS等等的那種設置 那旁邊呢還有一個小格的呢 他則是顯示他的時間 還有他的一些里程等等的資訊 那旁邊的所有的引擎提醒燈呢 也都各自有一個方塊的格子來呈現 我覺得整體真的蠻有這種越野的玩味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他的置物空間 過去我們知道其實BWS常常置物是他最大的考量 因為他為了車身整體的設計會有些犧牲 但我覺得這一代我剛打開來看 我覺得還蠻意外的 讓人覺得還蠻滿意的 因為首先他的深度做的還蠻深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 我想大概一頂全罩安全帽是可以很輕鬆的放進去 那在後面的部分呢 大概可以放一些雜物還有手套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的椅墊的前方呢並沒有做凹陷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的尺寸再大一些 你可能就需要用擠壓的方式來把它蓋起來 那實際上呢 我們明天做一個試駕的時候 我們再拿安全帽來跟大家比對 前面的部分呢 他一樣有一個這個自飛架 同時呢 上方有一個USB的充電插孔 那你可以充手機啊等等的東西 那前面呢 當然也是一個這個防跳脫式的掛鉤 後座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要強調他的債務功能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前面 有一個凹陷的這個置物空間之外 他其實在後座的部分 後面的這扶手也特別設計過 他並不是這種傳統素殼的扶手這麼簡單 後面做了一個很粗獷的這種有抓面的平板 那你可以裝一些後箱等等的東西 而且你注意到他的後椅墊呢 還特別削的這個平度 是跟後扶手的這個後架是一樣的高度 所以你如果有任何行李的狀態下 即使你不是加裝這個套件 你都可以很輕鬆的把後面的行李 綁在這個後座的位置 他們這一次總共引進了四個車身 分別是草野綠 光耀城 夜幕輝 以及沙曼輝 在我身旁呢 則是一個特殊版本 叫做D-Edition的版本 這次呢 YAMAHA他們公布出來的售價是86,800元 讓在政府補助他就發現等等加在一起 他可以扣掉10,300元的售價 那同時呢 還有提供這個36期零利率的方案 載送庫炫專屬背包 今天呢基本上只是一個亮相的發表會 明天呢 我們還會針對這輛車做一個試駕報道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TOA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